第46章视察门店 许文可没想这么多 或者说 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 本就不一样 在他看来 一致千金也不过是图个开心 自己用的是系统给的消费金 用起来不心疼 妹子开心了 自己把刀妹了 也心满意足开心了 大家皆大欢喜 至于一心一意什么的 开什么玩笑 现在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未来会遇见什么样的精彩 就连自己都不清楚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繁华三千只为一人引进悲欢 太沉重 太严肃 他不喜 他所求 是静懒人间繁华 不复富贵一场 所以 以后哪个妹子 若是痴情到 要他一心一意志对他好 那可就让他为难了 谈婚论嫁 不是不行 但现在为时过早 可能将来的某一天 能遇到一个 可以走进婚姻殿堂的再说吧 离开梅林院 许文随便找了个摊点买了早饭 吃方便 他从来不讲究 既可以坐在米其林黑珍珠餐厅里吃鹅干品鱼子酱 也可以在路边小巷子里的苍蝇馆子里吃面条下馄饨 所以 他随便买了点面包牛奶 在路边顺便吃了点 手机有文器发来的信息 他本打算回复一下 手里拿着吃的 一打岔 就暂时没回复 手机随便搁兜里了 三下午初二吃完早饭 孙娜娜又打来电话 许总 我在店里 您上午过来吗 这两天我整理了一些资料 刚好给你看下许文看看时间 也不多说 我半小时后到OK挂了电话 许文驱车直奔龙宝广场 距离约好的时间还差点 许文将车打在外围商铺边上的停车场内 今天是工作日 大早上也没什么人逛街 偌大的停车场上就没几辆车 有车挂着路水 估计是夜里就没取走 远远的许文看到店铺门大开住 心想孙娜娜这个点肯定也在店里 原来的面包店是一次性转让家出租的 当时谈好的事东西都留 所以 接手过来之后 面包店还在运营住 原来面包店的处置卡 孙娜娜已经核实过 在转让前老板娘已经处理过 该退的都退掉了 没有任何后续的遗留问题 所以现在 做一单是一单 消耗店里的原料 也给店里的员工找点事做 走进店门 孙娜娜在一旁的吧台 开着笔记本电脑 在查阅着什么 许总 看到许文进来 孙娜娜连忙笑着打了招呼 迎了上来 这可是她的金主爸爸 这两天开着新车 那感觉这时爽番 她也希望能把网红奶茶店开好 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海城 她这个待遇相当于一些中小企业的中高层了 少说让她少奋斗了好几年 所以说这份待遇想长久 她就得竭尽全力 拿人钱财 替人办事 老板 吧台里面的几个店员交头接耳 都是瞬间明白了这是店的新老板 表情也恭敬了些 虽然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这种店员的工作并不算多么难得 想找满大街都是 但是 许文相信现在留下来的 都是自由考量的 孙娜娜想必也筛选过 许文扫了一眼 颜值都不错 亮眼的可以放在前台 技术流的可以在后面做奶茶 而且这家店是烘焙店 现在奶茶配烘焙的也算是个思路 这样一群有烘焙功底的留在这 还是很有价值的 看许文的神色 孙娜娜立刻心中了然 请许文走出店门才开口 许总 店员我这两天都筛选过 心态不稳有的自己走吗 有的被我辞了 留下来的都是有心想继续做 外貌也过关的 不过也没剩几个 肯定还得招 这个交给我好了 原来的店员都在这里了吗 许文看了看吧台问道 对 原来这里都是换班制 不过人少了之后 目前都上长日班了 人都在这里 一共留了三个 三个女孩人都挺踏实 长相也甜 她们 能长期做吗 还是兼职 都不是兼职孙娜娜解释道 她们的家庭情况我都了解过 经济上都是有一些压力 也不是在校学生 其中一个还有烘焙功底 以前上过面点学校 许文一边听 一边点头 虽然不敢保证说 能长年累月做下去 但是一年半载还是没问题的 孙娜娜保证道 许文也能理解 这种店员的工作流动性 本就很大 能做个一年半载 算是时间久的了 这样 你和我去停车场 我车那里去一趟 许文说道 孙娜娜虽然不明白 许文用意 但是照做了 和许文一起来到停车场 许文提前将一箱子 苹果手机 直接放进车里 等到两人来到车前 许文打开前备箱 看住眼前一箱子 苹果手机 孙娜娜有点发冷 许文下巴抬了抬 你自己拿一个 剩下的带店里去 孙娜娜有点不敢置信 许文却是看住 她的中心度缓缓上升 定格在90这个数值上 您的意思是 孙娜娜试探助问道 剩余的放店里 作为员工激励 具体怎么个激励制度 你自己看住办 许文卖悠悠的说道 孙娜娜文言 忙不迭地点头 对许文的手笔和财力 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许总 我明白了 不过这个奖励会不会 孙娜娜的意思是 奖励有点重 毕竟一部最新苹果手机 小一个WU 店里员工工资才多少 这样奖励多少有点失衡 是这样 这箱手机你先放店里 让他们看住 等正式开业 你一个月奖励一部 怎么奖励你来决定 反正是系统抽到的 不用白不用 刚好用在新店员工激励上 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许文心里打算 要的就是 让员工打鸡血一样干活 如果带来的反线超级乐观 他不介意将这种奖励 长期实行下去 别人可能会有疑问 他图什么 不过就是一个奶茶店 怎么整的和房产销灌一样 只有他知道 他图反线 图一天十几万的营业反线啊 孙娜娜主动将一箱苹果手机 抱了起来 方便吗 要不然我来 许文有点不放心地问道 没事没事 我可以 以前咖啡店原料我也搬过 没事孙娜娜忙不迭地解释道 于是许文作罢 两人一起回到了店里 第47章再见天下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店里 店员们本来还在专心做事 没太注意孙娜娜抱着什么箱子进来了 孙娜娜也没打算刻意说这件事 毕竟现在新店未开 人员未齐 这激励方案也没出 有的时候 什么都不说的作用 比说一百句的用处都大 孙娜娜将这一箱子苹果手机放在一旁 有眼间的店员一眼就看到了苹果的嗡垢 顿时惊疑不定地拉拉身旁的同事 指了指苹果手机 许文没注意这一切 顺手拿出一部给了孙娜娜 若 换上吧 别和我客气孙娜娜喜滋滋地接过手机 也算是刻意当着其他店员的面 开箱换卡 更换信息 一气呵成 顿时 那几个店员小妹妹眼神都变了 这一箱手机 还是最新的苹果手机 以前他们也只敢眼馋 现在这是人手一步的节奏吗 人的想法都是天马行空的 他们猜的对也不对 确实 他们都有机会拿走一步 但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有付出 才有回报 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天真 那种见面就给员工人手一步 苹果的老板不是没有 但至少许文目前不会这么做 不是给不起 是给了没有意义 还会被当成冤大头 这么亏的事 他可做不出 所以 两人坐下来 直接进入正题 谁都没关注这一堆手机了 孙娜娜打开笔记本 然后招呼柜台 小屋 掉一杯昨天是做的新品 好的酸店 柜台里一名齐儿短发小妹反应过来 立马应声 手脚麻利的开始动作起来 其他人打下手 开始一起忙碌 孙娜娜将笔记本转向许文 介绍了起来 目前市场上奶茶店不同以往 讲究差异化 特色化 走往红路线 我们在的龙堡商圈 辐射范围广 但是竞争也很激烈 有20家左右 这其中客源稳定的有5家 剩余的都是流水开店关店 少有能长期开着的 这5家里面 除了老牌全国连锁奶茶店 其他几家客单量多 风格定位尤其精准鲜明 差异化巨大 风格各异 不过考虑近年来国风流行 我觉得 开一家国风奶茶店比较合适 目前海城纯国风奶茶店 才刚刚起步 剩余的新式奶茶店 风格混杂 看似品种繁多 事实上都是换汤不换药 许文沉吟一下 那么 国风奶茶店的产品 和装修风格就得下功夫了 正是如此 孙娜娜赞同 店面风格决定了 消费者的第一印象 决定他们是否会踏进来 产品是内核灵魂 决定消费者是否会回购 产品的包装也是个关键点 许文顺带助提到 对 说白了 除了口味 还有颜值 不上照可不行 孙娜娜说道 网红店的一大特色 就是全方位无死角 要经得住360度的拍照 毕竟得发圈炫一下 一旁的店员调好了奶茶 给两人送了上来 许文端详住眼前的奶茶 还没说话 孙娜娜就介绍道 这是乌龙茶打底 加全汁牛奶 配置是奶盖 用的原料都是一线品牌 您尝尝看 许文抿了一口 咸甜的奶盖 苦涩带着回甘的茶底 很不错 配方简单 用料扎实 孙娜娜笑助看许文品尝 说道 您觉得怎么样 挺好喝的 许文点点头 和市面上的网红店 比起来不遑多让 这是我从圈里一个 同僚手里买来的配方表 她以前开了家宝藏小店 在本地美食评论榜单上挺火 但是由于不妥协市场 坚持用好料 被成本压垮了 最近不得已关店了 孙娜娜威悟到来 其实配方也不稀奇 我们花花功夫也能开发出来 她家口碑好主要还是因为原料扎实 孙娜娜也喝了一口奶茶 缓缓回味着鱼干 对我们来说 没必要在最基础的调配原理上浪费时间 直接买来 在这个基本配方的基础上修改就行 许文明白 这个所谓的配方 其实就是奶茶基本制作原理 万变不离其中 原料再变 比例不变 就像奶盖怎么打发 都是有固定的方法 区别就是加法减法 用料的差异 不过 要做出让人惊喜的口感 各家不同 这就需要就细节出自己调配 品尝口感差异了 似乎是看出了许文的想法 孙娜娜解释道 现在产品还没有最终定型 我们再在不断微调 确定最终的口感纯正 孙娜娜打开电脑整理的配方表 零零总总很详细 许总您放心 这是我老本行 我舌头还是很厉害了 会做到尽善尽美 孙娜娜自夸道 许文听起来觉得是这么回事 可是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所以 产品这一块暂时 OK 那就是包装和装修的问题了 田小姐和我约好上午会过来 看一下门店布局 应该也快到了孙娜娜看看时间 向门外张望着 田下 许文问 约了几点 约了九点 感觉这个田小姐挺敬业的 肯定会守时的 对田下的工作能力 许文倒没什么直观印象 只是自言自语道 但愿吧 能否守时 目前她还迟迟有怀疑态度 面头刚落 玻璃门就被推开 不好意思久等了 诶 徐总也在啊 许文看过去 田下穿着一身 简约女士小西装 戴着小包 眉眼化住淡妆 流露出几分精盖 不过 一头相遇紫色的头发 还是有点格格不入 孙娜娜反应过来 毕竟也是第一次见田下 恍然站了起来 赢了过去 哦 您就是田小姐吧 你好你好 我们也是刚到 你好田下校营营 上前一步伸手和孙娜娜握了握 礼貌谦逊 微微弯腰 和之前的跳脱 盼若两人 徐总田下又微笑地看住许文 微笑含蓄何旭 并没有之前张扬奔放 要不是那一头发色提醒着许文 他还真怀疑不是同一个人 他眨了眨眼睛 接着伸出嫩白修长的手 许文捏住手轻轻晃了晃 你好第48章真实的你 田下来主要是看一下具体格局 谈一下具体装修风格和需求问题 正好许文和孙娜娜都在 能一次性把风格确定下来最好 孙娜娜请田下到一旁的桌边 又吩咐店员准备一杯咖啡 不用麻烦 一杯开水就好 田下客客气气 轻轻柔柔 在藤椅上坐下 然后娴熟地打开电脑 许文不作声 田下坐下的时候 他鼻尖就微微萦绕戴雅的香水味 此刻他端视住田下 看到他丰润的嘴唇涂着淡淡的唇釉 现在拿出一副细框眼镜戴着 专注而认真地注视着笔记本屏幕 你精神吗 许文好奇地问道 田下抬头一笑 有一点近视 不过不算严重 平时我也不戴眼镜 我在学校学习还挺认真的 不开玩笑 许文也没提自己和他是校友 他都没发现 自己的气质渐变 已经不像是一名在校学生 他笑了笑 没说话 看住田下调出一个个设计案例 许总 您到这座田下大大方方的把腾衣往旁挪了挪 指着屏幕说道 这是我的所有作品 您先看一下许文也不矫情 椅子一般 挪了过去 挨着田下坐下 倒也没有太心原意嘛 正式就是正式 只是两人挨这么近 免不得肌肤相处 设计师第一件事肯定就是介绍自己的作品 这是向客户展示自己的设计功底 通过作品 能让客户更加直观地了解自己的实力 田下也不例外 虽然还没有具体谈到许文这家店需要的设计风格 但是先行展示自己的作品 也是他信心的体现 许文翻阅着田下的作品 风格不一 有重规重矩的 也有风格强烈 个人色彩浓厚 国风的也有 不过怎么说呢 倒是显得平淡一些 风格不强烈 这让他不由得有些惆怅 要是这只是家玩票性质的店 也就罢了 但关键是这家店关系重大 他完全可以花重金请个业内大咖来设计 不要冒这个险 还是 试试 许文觉得还是让田下出个方案试试 毕竟 前面有答应过 如果没有看到成品就pass 多少有点伤人 怎么样 看许文看完 田下有点期待地问道 因为许文的表情过于平静 让他有点拿不准 还可以把许文只能不嫌不淡地评价 然后想了想 对孙娜娜说 你来讲讲细节要求吧 嗯 好 许总 孙娜娜点头 组织一下语言 对田下说道 田小姐 初步我们店风格呢 是准备走国风 这是店里的户型图 孙娜娜一边说 一边将门店的户型图 拿出来地点田下 作为专业人士 田下迅速专业地记录下 具体的户型参数 然后做倾听状看住孙娜娜 具体什么样的细节 是这样的 孙娜娜就门店定位 还有基本布局 要求和田下一一沟通 门店名在一致磋商下 决定叫上茶 吧台最好是实现这样的功能 等待区和休息区 都要保证舒适的面积 孙娜娜从细节处详细说着 一边还拿出纸纸笔写写画画 田下主要是倾听记录 关键的地方会询问一两句 至于产品外包装这一块 同样重要 不过这是要和门店的装修风格 统一的 先要将门店装修方案敲定 大概就是这样 田小姐 您的方案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 孙娜娜收起来纸笔 询问道 我尽快填下飞快地在笔记本上 记录下细节需求 国风 很有挑战性 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打底 还要有合格的审美和鉴赏能力 要亚俗共赏 不能取高贺寡 相当有难度 许总 孙娜 我的方案会让你们满意的纵然在有挑战性 田下也不会犯出 学艺术的 骨子里都有一些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那我们等你的方案 别让我失望许文深深看了田下一眼 田下获取笔记本 微吸一口气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只有许文好像看到他胸口 好像起伏了一下 笨 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他转而易笑 视线自然地转到一旁的苹果手机上 果然是许总的风格 这些都是您给员工准备的奖励吗 许总大气田下有些羡慕地夸赞道 想要吗 想要自己拿许文下巴随意扬了下 田下带着笑意 缓缓摇了摇头 无功不受禄 许总您说笑了之前的游戏是游戏 红包是红包 为的是个开心 他也不会端住拒绝 但是现在是工作 这也是许文给员工准备的奖励 他没有任何贡献 自然不可能真的接受 这点分寸他还是有的 现在可是当着他员工的面 要是他真厚住脸皮 拿走手机 这后果可就不好说了 许文感觉有点意外 这不像他对田下的印象 不过 稍微一想 他也明白了 这田下是把握着分寸的 之前无论是初见 夜店 还是之后的开工仪式 他的一言一行 都不是一冲之心 都是有所准备和考虑的 第一次见面 是在酒店套房 这个非正式场合 他自然随性点 反而让气氛活络自然 聊自己看似冒进直接 不过却也把握着距离 之后的宴席夜店 都是离开工作的娱乐场合 他面对自己 也没有端住 若即若离地游离在走火的边缘 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愉悦 真正让他失了分寸的 还是清空购物车这一妙招上 他千算万算 没算到自己在购物车上栽了的跟头 而且 他还不能怪别人 怪只怪自己运气不好 正是这一个节点 让许文反客为主 占据主动权 也让他失了分寸 许文突然回过神来 所以说现在 他是试图再做回自己 真能放下那碗的不甘 许文持怀疑态度 不过至少现在 许文放开思绪 就看到田下冲 他眨了眨眼睛 就算要拿 也得理直气壮 拿得当之无愧 名正言顺 到时候 我想要许总 亲手拿给我 许总 没问题吧 可以 希望到时候能如你所愿 我很期待许文点点头 站了起来 田下双手抱着笔记本电脑 悄然而立 那么 许总 孙殿 我先告辞了 方案完成 我会第一时间给你们公募的 他微微欠身 转而离开 第49章 老板请客 孙娜娜将田下送出店门 看到许文正凝视着门店户型图出神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孙娜娜在许文身旁坐下 开口问道 许总 是拿不准 他能否拿出满意的方案吗 许文点了点头 有一点 很多事情 他人可能不明白 比如说 孙娜娜不知道 他刚在田下他们公司签了一千万的装修单 更不知道这家看似寻常的奶茶店 关系到的是一年几千万的收益 孙娜娜想了想说到 毕竟方案还没出来 也没有最终敲定 田小姐是划紧装饰的 他们家在本地装修设计界是数一数二的 您也不用太担心 一定会拿出让您满意的作品的 但愿如此吧 许文也不是纠结的人 回过神来看了一眼手表 既然许文这样说 孙娜娜和另外几个店员肯定也没有推脱的道理 毕竟是老板第一次见面 于情于礼都得去 现在他们目前都对许文了解不深 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 许文目前的身份就是这个奶茶店的老板 财力多少他们也不清楚 不过潜意识里也没有觉得会超过他们的认知 不过从刚刚的直言片语 还有许文准备的那整整一箱子苹果手机 都是具有冲击力的 他们开始隐隐觉得 这个老板不简单 龙堡广场哪家店还不错 我看看许文一边说着 一边掏出手机看看周边评论 手机未读信息太多 许文都搞不清谁是谁 那天晚上还有几个妹妹加了微信 这两天没少发信息 有的没得闲聊 许文也没太多功夫回复 回复的有一搭没一搭 全凭心情 感兴趣的才会回两句 基本上最后一句都是对方说的话 一眼扫过 随便回复了的表情 也没太在意对方的秒回 随后许文就专心找中午聚餐的店 既然算是团建 姑且算是一个没成型的小团队吧 肯定不能寒算 许文直接选了龙堡广场里面好评最高的中餐厅 主打江浙菜 口味中正 适合大众口味 就去这家春雨楼吧 简单聚个餐 许文说道 安排大家先闭店停止营业 要是正常运行的店 肯定得留人继续开着 不可能停止营业的 但现在完全就是在消耗原材料 开不开无所谓 大家神色轻快 开开心心地收拾好东西 一心五人前往春雨楼 许文刚刚说简单聚的餐 其实也不简单了 春雨楼的人均消费不低 都是包厢 五个人零零总总点菜 不会少 寻常聚餐选这里成本不低 当然 许文并不在乎这点 春雨楼外观古色古香 有汉服店员在门口迎兵身材窑窍 庞扶身在古代 看许文一行人过来 连忙热情地上来接待 客官一共几位 连问候都是文周周的古风 五位 安排个合适的包厢 许文随口应道 心里有点明误 这个年代 传统餐饮业门店的生存空间 被不断压缩 除了当真是老字号的门店 新的门店要想获得客流量 必定要风格特色明显 况且 老字号也在与时俱进 多线发展 进了店里 古色古香 没有一丝嘈杂 中庭有甲山流水 包厢幽静 环境极佳 店里三个妹子 小声在后面交流住 大致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吃饭 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汉服店员将众人 带到了靠窗的位置 视野开阔 菜单也是古色古香 说不清材质的 许文打开菜单 挑特色地点了几道 都不便宜 然后递下去 让他们各自随意点菜 几个店员有点拘束 不太好意思点菜 点吧 不要替我省钱 娜娜 你来起个头 许文调节了一下气氛 微笑着说 于是 菜单一圈下来 菜就点好了 片刻后 服务员打了单子过来 许文也没细看 等菜的间隙 许文和店里的员工 都正式认识了一下 小吴叫吴云 本地人 年龄最大 另外两个 看住岁数小一点 一个叫赵飞飞 一个叫刘思雅 本地旅游专科刚毕业 因为开销大 暂时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所以在店里暂时坐着 三个人颜值都挺高 化化妆 舔狗应该多了去了 气氛活落开 说话就随意多了 不再像最初那么拘谨 老板 那箱苹果手机 是准备奖励给我们的吗 赵飞飞大住胆子问道 许文看了她一眼 挑眉但笑道 看你们表现了 什么表现 赵飞飞挺挺胸追问 乌云私下踢了踢她 制止了她追问的举动 许文倒不以为意 说道 具体奖励方案还没公布 等店面走上正轨 会落实具体奖励 她倒也不担心这番说辞 会不会导致人心波动 这个社会 只要有好的待遇 人是最不缺的 随时都可以找到 许文都这样说了 自然没人不识相追问 少请 便开始上菜了 龙井虾人 东坡肉 松鼠桂鱼 纯菜银鱼汤 一道道精美的菜摆满桌子 色香味俱全 赵飞飞忍不住 拿出手机来拍了照 要发朋友圈 不一会儿 几张精美的照片 配着文案就发了出来 伙伴们聚餐 新老板大气 许文想了想 先动了筷子 有他起头 大家都一起落筷用餐了 这家店评价如此之高 果然名不虚传 口味鲜美 既不油腻 也不算很清淡 值得经常来 大家一边吃饭 一边随便闲聊住 中午没有喝酒 许文叫了鲜诈的果饮 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的 敬许文 没一会儿 许文就有点憋不住 先去了洗手间 赵飞飞 习惯性地拿出手机 看朋友圈评论 挑着回复了几个 莉莉安 新老板 原来的店呢 赵飞飞 转让了 新老板第一天见面 请大家吃饭 莉莉安 哦 没露脸 露胳膊的男人就是吗 赵飞飞 对呢 莉莉安 手腕上戴手表了 好像是劳力士吧 显眼的皇冠标 哈哈 不便宜 赵飞飞 对 是劳力士 估计好几万呢 太贵了 买不起 羡慕 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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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表维修小赵 姐姐们 不懂不要乱说 哭笑不得表情 看看好 这是冰兰迪 评论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似乎 都是去查询了 赵飞飞迷茫地抬头 就去网上搜索去了 还疑惑地想 冰兰迪 不是劳力士吗 难道我认错了 第五十章舔狗 去完卫生间 许文回到饭桌 有点奇怪地发现 赵飞飞对自己的态度 尾时有点不正常 老板 您吃菜 老板 我给您倒饮料 老板 也太甜了吧 许文浑身不自在 刚刚也没见他这么贵甜 至于吗 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还是说这苹果手机奖励的达成条件 让他一度产生了误会 贵甜就能有奖励 这是不正之风 得改 于是 许文正色看了看赵飞飞 开口道 这个 赵飞飞 你自己还没怎么吃菜吧 不用管我 我自己可以加菜 你随意就好随即 许文神色一变 哎 你这嘴里损过的筷子 怎么还能往我碗里丢肉呢 你这真是 其他几个店员 也是一脸古怪地看住赵飞飞 搞不懂他这搞得哪一出 尊敬老板是应该的 但你这不是尊敬 是特么舔住脸贴屁股 女舔狗 赵飞飞回过神来 满脸通红 他也不想啊 但就是鬼使神差的这么做了 控制都控制不住 不能怪他 鬼知道刚刚他查询了一下 冰蓝堤的价格是什么心情 他们是不知道内情 根本不知道那种冲击力有多大 不要觉得赵飞飞大惊小怪 她也只是普通人家出身的女孩 而且这海城也只是个沿海三线城市 在她的认知中 手表过万就是好手表了 她全家收入一年开销掉 也就攒个几万块 到现在还住父母单位的分配老房子 难以想象她对金钱有怎样的敏感 所以 当她查询到光许文手腕上这块表 就大几十万时 就已经超出她认知了 毕竟 本以为只是个普通奶茶店的老板 这摇身一变 形象颠覆 不怪她忍不住跪铁 许文是不知道她的这一番心理变化 若是知道了 恐怕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表示好表 但才无止境 若是最初可能她还觉得戴这块表 挺有排面的 不过现在嘛 在适应了身份的转变之后 她已经很平常心了 更没有什么炫耀的念头 毕竟 上百万 上千万的名表 可是在前面排着号呢 以她目前的财力 还不够格拥有 或许 等她稳定一年几千万收入的时候 可以考虑入手一块百万级别的名表 有钱人的快乐 就是这样朴实无华 老板 我不是故意的 我用公块 赵飞飞忙不迭地道歉 孙娜娜轻壳一声 飞飞 你自己还没怎么吃吧 赶紧多吃点 下午还得去店里 赵飞飞有点尴尬的缩缩脑袋 像只小安纯 气氛一下子又有些诡异 都是女生 就许文一个男生 消灭菜的速度很不尽如人意 还好将这菜菜式精致 分量适中 大家一边吃一边聊 倒是吃得差不多了 看看时间 吃完了也差不多可以散场了 现在人员不全 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聚餐 所以许文也没安排什么活动 毕竟大白天的 一行人到吧台准备结账 许文来到吧台前 前台不知道是店长还是收银 戴着细框黑色眼镜 手脚麻里能干 先生 您这边消费一共一千五 他查询了一下五个人一千五 人均三百 消费不低 不过口味确实还可以 先生 您需要充值吗 充值五千送一千 充值一万送两千五 前台流程化的顺口介绍 你们店不会跑路吧 许文开着玩笑 毕竟现在一大堆 充值完门店跑路的现象 数不胜数 先生 您说笑了前台一看游戏 连忙解释道 我们店也是连锁的 目前在海城市区 包括周边县区 已经开了有十家分店了 我们老板在海城 也算是耳熟能详的 绝对不会出现 跑路这种可能的 你们老板是 许文好奇地问道 八家这种规模的店 身家不小 至少现在他还比不过的 前台爆出一个名字 许文还没反应过来 孙娜娜倒是想到了 在许文耳边顺口解释了几句 许文这才明白过来 这春雨楼的老板 还真是个大老板 春雨楼只是他产业之一 另外海城有名的早茶品牌 遍地开花开了有二十家 也是他名下产业 除此以外还涉足新中餐 在海城的几大商圈 开了有几家店 这是身家亿万的大老板了 现在的许文肯定是赶不上的 等奶茶店顺利 盈利方面可能勉强能赶上 不过人家算上固定资产 身家就不是许文能比的了 许文扎扎嘴 放心是放心了 就是有点不想办卡了 感觉又给别人财富 添砖加瓦了 不过 也只是个念头 当住这么多下属的面 他可不能这么掉价 越是有钱 越要懂得花钱 毕竟花了才会有动力挣更多 这样吧 说了这么多 也难为你了 而且你家菜 确实也挺合我口的 办一张吧 先充值个十万 多少 前台有点猛住了 又问了一遍 许文挺有耐心的 给他重复了一遍 前台如梦出行 慌里慌张地打电话 请示了一下 竹筒到豆子一样 附述给许文 先生 如果您充值十万 就是我们的钻石会员 可以在我们任意一家店 用餐 直接享受七五折优惠 另外您这单 直接帮您免掉这么好 许文笑了笑 可以吧 那办吧 他轻描淡写地调侃道 身后的面包店店员们 面面相去 不敢置信 只有赵飞飞有心理准备 心想果然是有钱大佬 吃个饭 办个卡 都这么霸气侧楼 实际上 这个钱 许文也是走消费金里面 剩余五十万额度的消费金 不用白不用 店员这边 手脚迅速地操作住 又小心翼翼地 请许文付款 许文一边付款 一边安排走消费金 随着店员那边提示 收到十万元 许文这里消费金 就这样少了十万 还剩下四十万的额度 等一切都办理好 前台双手捧着一张卡 递给许文 这是您的卡 您收好 按许文随手收下 顺手递给孙娜娜 吩咐道 你手收着吧 以后团间聚餐什么的 也算有个选择 孙娜娜愣愣地借助 几个店员近声没说话 这开销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呢 新老板也太大气了吧 我设计划 我设计划